這是十字路口 這邊過來我們叫外國西路 桂林路 這裡打直的 這邊叫桂林路 從那邊過來 現在這邊一直去 空車一邊一直去 巴士一直去 這個叫中華路 這是愛國西路 但是愛國西路來到這個路口 就叫桂林路 所以愛國西路來到這裡 已經停止了 這裡就是 愛國西路的終點 再下去就是桂林路 這裡有很多U-Buy 這個就是家樂福 這條中華路一段 就有很多還U-Buy的點 這裡是第一個家樂福的地方 還U-Buy 而對面 小南門那邊 接雲站也有很多還U-Buy的點 就是現在的人走過去那邊 就是向前大概一百公尺左右 也是有還U-Buy 那裡就是小南門接雲站 我們過去看看 我們過去看看 整條中華路上 就是人人來過來 就是來到加樂福那邊 應該是去還車的 所以在中華路 蘇南那裡 用U-Buy 真的很方便 我們過去那邊看看 我們去那邊看看 我們去那邊看看 整條中華路上 也有很多人 剛才我已經拍過 那現在是第二條接著的 很多人都借了U-Buy 不知道要去哪裡還 其實台北市這些 關家的地方還U-Buy是很方便的 我們現在站在這裏 我現在站在這裏 所以才能讓我對手 對手 對手 那這個公車 那麼再前一點 我現在大概 還有100公尺 前面就是小蘭門接運站 其實很多人都不想隨便上鏡 抱怨 真是抱怨 我們現在去前面看看 U-Buy的站在哪裏 現在載100公尺左右 原來500公尺 不止100公尺 我們在離開我的U-Buy 這裏是一個U-Buy的環站 這裏叫小蘭門 小蘭門那裏 右手邊再前行少少 就是植物園 小蘭門出口的1號站 就是很多U-Buy環車的地方 小蘭門出口 我現在還車了 因為我要去買東西 我不用再騎著 那隻U-Buy去買東西 小蘭門出口 小蘭門出口 小蘭門出口